印尼华裔总会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联合举办中印尼文化教育交流回顾与展望主题论坛 回顾印尼与中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主要历程的同时也探讨后疫情时代的交流机遇 除了华社代表和华文教育工作者,该论坛还吸引来自习近院的学生 中印尼文化教育交流回顾与展望主题论坛 近日在雅加达印尼华裔总会会议大厅隆重召开 该主题论坛是由印尼华裔总会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联合举办 印尼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参战李健 华裔总会创会人兼辅导委员马永南 副总主席张荷然、黄采丽、秘书长叶展德、广东社团联合会秘书长杨建昌等人出席 前来参加论坛不仅是华社代表和华文教育工作者 现场还有来自达国大学信仰学院 阿拉加大学孔子学院的华裔总会彩虹奖学金受惠学生 以及来自习近之家习近院努鲁伊曼习近院的学生勇于参与 教育部前副部长汉语教学中心项目创始之一 发誓里聚焦我国签证改革以来的华文教育发展情况 表示在印尼学习汉语人数整体呈上市趋势 2004年至2019年期间 印尼参加私自培训的志愿者教师为1020人 分布在全国21个省 受科学生人数约达161万人 2019年全国六所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人数则达19319人 法斯利还指出从2001年开始 全国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从四个城市1200考生 2019年发展到17个城市17780是考生 参加汉考人数增长近乎15倍之多 就奖学金名额来说 2019年留华学生人数约达17000人 10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印尼公民达820人 分别是本科生博持生380人 职业专科生440人 不包括别项基金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比例 占总数的9.65% 投资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印尼投资 同比增长超过100% 中国成为仅次于新加坡的印尼第二大投资国 为加强人才供应链建设 教育部十分重视与企业界开展教育合作的实施情况 Mas Nadim punya Merdeka Belajar Kampus Merdeka yang harus memitrakan berbagai kegiatan di satuan pendidikan kita dengan dunia usaha, dunia industri terutama untuk pendidikan vokasi di Direkturat Jenderal Pendidikan Vokasi pendidikan vokasi kita selama ini hanya MOU-MOU saja tapi keberlangsungannya rasanya kurang begitu implementatif ini yang sekarang sedang kita tingkatkan ini sebenarnya terbuka peluang bagi industri-industri untuk bermitra dengan satuan pendidikan kita untuk kita kerjasamakan mengambil kesempatan itu jadi saling mengisi industri tadi memberikan kurikulumnya dan satuan pendidikan pun menerima materi-materi atau kurikulum yang memang sesuai dengan kebutuhan industri 法司里透露 中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 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赴伊尼各地展开汉语教学 之后在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之下 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 已成为每年不可或缺的常态项目 合作单位也涵盖了习经院 习经院或称伊斯兰技术学校 是我国深深根治于社会的 民办宗教教育机构 早期是针对无法接触公体教育的老百姓而信办的 习经院教育现代化进程中 学生学习规范化制度化 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学会与人相处 追求知识、做事、发展等四项学习内涵 教学课程多元化 注重教育开放性并与国际接规 根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 埃及是伊尼学生人数排名前三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国 而多数学生是获得奖学金的习经院学生 文化文化的文化,文化文化的文化,文化的文化 也就是有的文化 如果有一些文化文化, 或是,你必须展示, 文化文化文化, 所以世界上也不是出局, 或者出局啦, 而是文化文化的文化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移重要的驱动力 然而新冠疫情加快了全球向数字经济的转型 中国政府通过建设互联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 加强数字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可虚性的新机遇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维罗尼卡透露 印中两国近两年来展开了数字丝绸之路课题研究合作 现在我们是刚完成了研究数字丝绸之路 通过研究我们想知道印尼的实现数字丝绸之路是怎么样 我们是准备是怎么样 有什么影响对我们印尼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发现了这个在数字丝绸之路 那个对印尼有来有带来很多贡献 例如会加强我们印尼的老百姓的经济方面 维罗尼卡认为 群职接触理论视角下的印中人文交流 应从建立平等关系 淡化身份差异 加强高层联系 深化民间交流等四个方面 治理促进双向互动 并以教育合作为奇迹 推动改善现有的合作机制问题 和实际问题 在没有人文交流等 传统大利亚